这期柯南不仅致敬了人类史上最完美的推理故事 更是将大逃杀演绎到了极致 可以直接告诉你 里面所有人都会死 但你依然会忍不住看下去 这天柯南一群儿童来到了野外 由小夫老师带队排演剧本 而他们排演的正是阿加沙神作 无人生还 殊不知再过不久 现实里也会上演同样的残剧 晚饭后 光严发现小夫竟然不见了 与此同时 三班的同学也没了踪影 连带着他们的布偶一同消失 起初原谈还以为 是小朋友没想妈妈了 自己跑回了家 突然光一撇到 川外有黑影闪过 柯南立即破墨而出 可外面浓烟弥漫 伸手不见五指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这里刚才确实有人 并且留下了脚印 就在这时 奇怪 怎么连他们也不见了 什么 诡异 太诡异 刚才的两个小朋友 竟瞬间消失了 和小说里描述的一模一样 所有人都不见了 并且小说里还写道 每当一个人物被杀的时候 他对应的布偶也会一同消失 看着桌上仅剩不多的布偶 众人心中赏过不好的欲感 现在 仅是少年白鬼团四人 柯南的小脑也逐渐冷静 他回忆起 今天在报纸上看到的新闻 最近连续发生了三起面文案 凶手专挑荒将别墅下手 与此同时 玉双红眼正在别墅外凝视 荒岛 别墅 雨夜 谁又是下一只待宰羔羊 柯南带团来到后门 一样浓雾弥漫 一样留有脚印 可不同的是 这个脚印的大小和鞋子的种类 和前面的脚印都不一样 光眼还天真的以为 肯定是那个别墅狂魔的手段 他们少年白鬼团 终于有机会可以表现了 柯南却知道 事情没那么简单 这把是猎杀高端局 他准备先打电话报警 但不出所料 拨不通的电话只剩个尸体 这下 与外界也彻底失去了联系 光眼提议 经典分头行动 他和柯南去楼上找线索 布偉和袁探原地待命 留两个青铜组队 真的没问题吗 柯南在小副的房间 发现了一张地图 用不同的记号 标记了附近的别墅 还有一个铁皮箱 里面竟然全是旧人工具 难道 小副老师就是那个杀人魔 突然 两声尖叫传来 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 布美和袁探已经白给 桌上的布偶也一起消失 现在仅剩柯南光眼两人 顺利进入决赛圈 他们打算逆向跑毒 去附近的别墅求助 两人悄悄靠近窗口 近看到 所有小学生被绑在一起 那人正背对着他们 两人落荒而逃 凶手果真是小福 但他们两个手无腹肌之力 又能怎么办呢 光眼找准机会 再次靠近窗口 但诡异的是 所有人既消失不见了 柯南趁机溜进别墅 现在至少得活一个吧 经典分头行动 柯南去二楼找人 光眼原地等死 柯南才进入房间 瞬间断电一片漆黑 光眼的尖叫恰是传来 柯南急忙跑下楼 就在经过幽暗的楼道时 一声动静吸引了他 他缓缓回过头 光眼已经被吓破胆 他是最后的幸存者 他头也不回地跑出别墅 但想活下去可没这么容易 果然被尸图绊脚 光眼被摔得七魂八素 抬头一看 之前消失的布偶 漂浮在空中 小福的声音从黑暗中响起 随着他步步逼近 光眼已经退无可退 这死局该怎么破 只见光眼提加变身 一个炎王冲撞直顶小福 小福腿脚不稳 竟然跌下了山崖 这就完了吗 死去的白鸡团突然出现 从悬崖下拉起了小福 原来小福为了让他们 更好的理解表演 于是让他们身临其境 感受了这场大逃杀 光眼的心态碎了一地 独自迁行跑回的别墅 柯南还有一点疑惑 竟然是演戏 小福为什么要把电话线给剪断了 但柯南却听到了 细思极恐的大夫 小福说他并没有遣过 柯南瞬间大感不妙 果然没开二度 光眼尖叫再次传来 这下是真的玩吐了 没想到暗处还有一匹真狼 老蛋的光眼惨遭挟耻 连人正是报道里的别墅狂魔 双方正对峙 光眼小公猛地给狂魔一口 柯南抓住时机 原审 起到 一脚核弹暴击拿下人头 而光眼作为吃鸡选手 自然有超级奖励 柯南 你把眼睛闭上好不好 嗯 一定要闭紧哦 光眼 刚才真是对不起 我对你刮目相看 我对你刮目相看 好啦 把眼睛张开吧 我的线紧服了 柯南 你不小子 我饶不了你